寧靜大街遍布房屋殘骸 自俄军开始从首都基辅北方撤离 战火过后的城镇变得满目疮痍 道路上是很遍野 俄军无差别攻击 让小镇变成人间炼狱 但俄军残忍行径不止这些 画面上这名女子向CN表示 她的姐姐艾琳娜是名记者 在三月初却遭俄军指控 包庇乌克兰伤兵被强行带走 直到现在依旧音讯全无 眼看孙女再过几天就要满四岁 正是需要被关爱的年纪 不料俄军伸出黑手 一戏间失去妈妈 可能再也无法为她庆生 根据人权组织统计 开战至今俄军已经俘虏182人 其中122人都是军人 还包括55位平民 但面对指控 俄罗斯官方却这样说 克里姆林公依旧强词夺利 不愿承认 但再看看这些案例 画面上好几名士兵 有的拿着拐杖 或是向镜头展示伤口 他们都是才刚获释的 乌克兰士兵 乌克兰士兵就透露自己如何被俄军对待 就连女性也不放过 甚至羞辱女兵 将她们头发全剔光 目前乌克兰透过交换战斧 换回87名军人 还有多少人下落不明 已就未知 但随着获释的乌国士兵出面控诉 也让俄军的暴行一一曝光 三菱新闻 这首报道